5月17号至18号 由台盟中央主办的第十届大疆论坛在北京举行 18号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密切两岸交流合作为主题的 大疆论坛第三届智库论坛举行 来自两岸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 共谋发展、共益未来 与会专家表示 新时代两岸融合发展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福祉 实现两岸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专家强调 促进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要坚定反对台独 反对外部势力打台湾牌 促进融合发展更要坚定反对台独 台独与和平发展水火不容 台独是台和和平的最大祸害 危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危害两岸同胞根本利益 过去几年美国加大了以台自华的战略 以美磨堵的民进党当局 延长了兵役时间 又想修改全民动员法 更任由美国军火商赴台贩售武器 但台湾没有年轻人愿意当炮灰 更没有人想见到台湾成为废区 因此有七成以上的人表示 协商才是避免战争 争取和平的唯一方法 专家强调 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 实现和平统一 不能只靠大陆单方面推动 需要双方相向而行 台湾更不能成为美西方的棋子 我们应该经常强调 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让台湾民众及国际社会 切实了解两岸北一国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也可警告美国把祖国大陆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作为 柳区城片面改变台海现状 严重违反了不得干涉 他国内政的国际准则 能够完成统一 曾如孙中山先生所讲的 那是有利于民族 我们每个人都会受益 如果分离的话 分裂的话 那是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那如果我们要避开灾难性的结果 我们不能当强国的棋子 对不对 第十届大疆论坛期间 还举行了大疆论坛首届统一论坛 及第十届大疆论坛成果发布 当天两百余名海峡两岸各界人士 以线上和线下的方式参会 第十届大疆论坛